那剛剛的部分的話 在雲帶上都有啦 所以你可以 要不就看圖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人事考評旁邊會有一個解答 你就點擊它 彈出就有一個解答 公司在這裡 畫面在這裡 反正一樣畫葫蘆應該就畫得出來 那再來的話 VBA 先把它加一個VBA 那需求大概這樣 我分階段來講 上面三個是單一個工作表 下面兩個 多工作表 畫面先進去一下 好 那秀一下給各位看 第一個就是 其實你要做這些練習 你可以從清除開始 其實這個清除的程式非常好寫 為什麼 就for i 等於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後分別把sales 逼欄清乾淨 d e k l m n 有沒有 所以這個程式應該會寫 好像前面寫了很多 應該 現在慢慢就會寫 那你清除寫完之後 有沒有 你可以把它複製 變成一個人事考評一 裡面做什麼 很簡單 把原來的公式 貼到清除的雙引號裡面 就會有了 對不對 可是 貼上的時候 它的那個 裂號沒更改 所以查出來不對 那怎麼辦 把它改一下 有沒有 把裂號 只要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裂號 如果是3的 不是全部的3 就是你點上面跟點下面 如果它有變動的 那表示這個要改 這個跟這個 有沒有 這個要改 那把這個 裡面有裂號的部分 把它改成 改成i 那這樣的話 就人事考評二 所以先清除 人事考評一 是直接貼上 人事考評二是 把它改成 那個裂號 那不過特別注意 嗯 嗯 這邊還沒改 OK 那改完之後 它這個地方就秀出來 就沒問題 那不過再來就怎麼樣 多工作表 一樣的道理 清除 我可以先怎麼樣 清除全部的工作表 清除的順序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再切回來 對不對 好了切切 來試一下 二三 有沒有 就切回來 那 多工作表 不過好像沒有閃動 有沒有 因為我把這個 閃動的 關掉了 閃動關掉好像有講過 就是那個 有一個 那個 序執的爺爺 那個物件 叫做什麼 Application 它裡面 那 序執的爸爸叫做什麼 序執的爸爸叫做 序執的爸爸叫做 首先我們先從清除開始 應該蠻簡單的 清除 這個應該有概念 插入一個 先插入一個程序 先插入一個模組 再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的名稱叫做清除 然後呢 先單一個喔 所以以後喔 你 為什麼 有些同學說他 VBA最後還是寫不出來 因為喔 你把很複雜的東西 一下子要全部寫完 是不可能的吧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你以後要寫VBA 請記住 按部就班來 有沒有 第一個 你要先把 函數先做好 了解一下邏輯 第二個呢喔 你就慢慢的 從單個工作表 做得出來 再去想那個 多個工作表 你不要像有些同學 一想就 欸 要跳很遠 然後呢 一下子要把所有的事情 通通解決 那最後是什麼事都解決不了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從哪裡開頭 所以很多同學問我問題 這樣 他有的時候把所有東西都丟給我 叫我 請問老師該怎麼做 我說該怎麼做 這你的專業 你的專長 跟我的專長又不一樣 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大部分都說 請你把它切割吧 你如果沒有切割 那我怎麼知道 你要怎麼做 所以你勢必就是先把你的工作 先做切割 慢慢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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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會發現喔 各個各個各個急迫之後 事情就變簡單了 所以喔 以前做事也是一樣 我不相信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就話說 你一下子想要看到那麼遠的地方 你要先看到那個 一個小小小小的地方 就我不相信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就話說你不知道說從哪邊開頭 慢慢去把它完成 所以喔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一個 步驟慢慢切割 所以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清除 我想這個前面都寫過 N N遍了對不對 那 OK 那把B D E K 這邊先清除 再來看底下 OK 換位置的話就去試一下喔